那今天整體全國的一個病例數 是比昨天下降了12.6% 而且在這個6度的部分 都有下降10%以上 所以目前這個逐漸下降的這個趨勢 看起來是很明顯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大概在下一週可以穩定的 讓這個本土的病例數 都能夠控制在5萬例以下 今天本土Omicron新增病例 55,187例 較昨天減少7,983例 以縣市分布來看 人口密集的6度 確診個案也都在9,000例以下 中重症部分則新增446例 另外也有154例死亡個案 死亡個案中有144人 有癌症等重大疾病或慢性病史 96人未打滿三劑疫苗 超過80歲以上的長者超過94人 另外有兩位的這個小朋友的部分 一位是14歲的女生 14歲的女童 本身沒有慢性病史 做了這個頭部的電腦斷層 顯示有腦水腫 因此診斷為腦炎 那6月15號開始到現在都住在 家務病房當中治療 另外還有一位是7個月大的男嬰 這位小朋友也沒有慢性病史 這位小朋友是一位肺炎的重症的個案 那我們目前是已經感謝醫院的救治 讓他已經順利的康復出院了 兒童的部分在12歲以下兒童的重症 今天新增1例腦炎 所以總共累積21例的腦炎 肺炎增加1例 所以累積11例的肺炎或細支氣管炎 總計有59例的兒童重症 目前的死亡兒童人數還是17位 沒有增加 自今年1月1日以來 累積本土病例超過310萬例 死亡人數4015名 全年齡致死率達0.13% 如以更年齡層來看高齡者的致死率仍驚人 90歲以上高達5.89% 80多歲也有2.22% 70多歲則是0.63% 而對於有醫師指出 整體致死率將超過14萬分 指揮中心則回應 先前有講死亡是一個落後指標 所以它會在可能疫情高峰之後 甚至一兩週兩三週 才會慢慢地被這個呈現出來 當那個時候再來結算 我想比較可以客觀地再來跟 不管是先前的疫情 或是國外的疫情來做比較 再繼續增加的可能性是有 因為我們目前的中南部的高原期 才還在持續或者要準備翻轉 所以當然還會再有一些這個可能 重症或死亡的個案會繼續通過 最後指揮中心也說明 確診後三個月內再度快篩陽性 即使症狀病嚴重 一律視為復發 遇到國外的一些研究經驗 看起來是不需要 也不建議說在第二次的給予 這個抗病毒藥物 或者說改用另外一種的口服 抗病毒藥物來治療 那另外就隔離的部分來講 也不建議就是說呢 額外的再去進行一次的這個 重新開始 不管是7加7或者是重新計算 它的這個隔離天署 復發跟二次感染是不同的 那如果說超過三個月以上 基本上是會是算作復發的可能性 就可以列入這個通報 那在三個月內的話 因為目前的這個系統來講 是會自動的規定跟排除